听到春小满提起吕秀才,吕状怨连烟都顾不上抽了,表情十分的愤慨。 别提那扫把星,他居然敢偷钱。 你要是路上碰到他,记得帮我捆回来,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 两辆马车错开,春小满继续往村内赶去,刚到白家大院,白灵苗马上下车向着祠堂走去。 小满姐,你先歇着吧,我去祠堂上住香。 春小满有些焦急地左右看了看,对着走过的狗娃说道,你过来把这马车牵去马厩。 凭什么呀?我脸上写了马夫两字吗?我媳妇可怀了,我要给我媳妇炖鸡蛋羹去。 春小满手一伸,直接把马鞭色到他手中,无视他的呼喊向着白家祠堂赶去。 当他迈过三进门看到一排排的黑色灵牌时,春小满的呼吸都轻了不少,他眼中带着好奇跟畏惧张望着这从未来过的地方。 说真的,除了白灵秒外,其他人基本上很少靠近这里,他们背地里总说这地方阴森森的。 见白灵秒真的只是跪在祠堂当中拜着灵牌,他这才松了一口气,向着四周打量起来。 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好打量的,这祠堂内空得很,除了靠墙的地方摆着一些物件,连坐的凳子都没有。 又瞥了一眼跪在那里低声说着什么的白灵秒,春小满的视线扫过那些桌子上的物件。 作为小户人家中出生的春小满,他也看不明白这些稀奇古怪的摆设有什么来头。 无非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用盘子装的石头,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陶瓷,为什么非要在屋子里摆这些东西? 一一看过之后,中间的一个巴掌大小的青铜摆设引起了春小满的注意。 那是三个并排蹲着的猴子,他们一个用手盖住自己的耳朵,一个用手捂着自己的眼睛,一个握拳捶着自己的脑袋。 这三个猴子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有钱人总喜欢弄这些看不明白的东西? 不过这小猴子蛮有意思的,做得可真精致啊。 春小满走过去,就想把这小猴子拿起来仔细端下,可刚一触碰,他居然发现这三个猴子拿不动。 嗯,怎么回事,底上粘住了。 就在他刚左右晃动了两下,那猴子忽然向左一挪。 伴随着轰鸣声,旁边的灵牌摇晃着到了一大块,一个泛着寒气的黑洞出现他们面前。 爹!激动的白铃鸣扑过去,心疼地把地上的灵牌一一捡了起来,可捡着捡着,他停住了跟着春小满一同错愕地看着那黑洞。 好像有什么吸引一样,白铃鸣鬼使神差地向着那洞口走去。 一道人影从他旁边走过,先一步走进了那黑洞。 你先待着,我进去看看。 没过一会,春小满重新从那洞口钻出来,里面墙上写了好多字,去把高质尖找过来。 没过一会,身穿着半甲胸口挂着石板的高质尖走进了白家祠堂,他手中举着一把沉重的狼牙棒,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。 没必要这样,既然是白家的祠堂,那里面应该没什么危险。 以以以防万一,身材高大的高质尖挡在两人面前,先走了进去。 黑洞内很旷阔,墙上那刻出的字让高质尖顿时一愣。 与您园字混沌起,白莲衣献盛世举。 紧接着他抬头看向头顶,那还挂着一些印着莲花的白帆。 这不是白家祠堂吗? 怎么暗门里面会有这种东西? 高质尖很是疑惑。 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,但是总感觉不对劲。 别站在路中间堵路,继续往下走啊。 听到催促声,高质尖握紧手中的武器一步一个脚印,缓缓往里走。 从地上的阶梯,高质尖能感觉到这是在往下走。 这暗示修得很大,并且墙上时不时出现的短雨,让他心中的不安不断加深。 白莲下凡,万民翻身,无声老母,真空家乡。 每当春晓满询问这墙上写着什么的时候,他都以摇头回应。 等绕了几圈,阶梯终于停了,一片漆黑的空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, 他们手中的绿色影石只能照亮周围很小的一部分。 贴贴贴墙。 小小,小小心。 高质尖率先靠墙摸索,摸着摸着摸到了一本书,借着荧光他看了起来。 字看起来不像是静待的字体,但是他看得懂,只是这上面的内容他有些看不懂。 高质尖,你看到什么了? 你别光看,你倒是说呀,急死我了。 在同伴拍打的催促下,高质尖结结巴巴地把上面的内容, 用对方听得懂的话来翻译起来。 无声老母是上天无声无灭的古佛。 他能度化尘世的我等反归真空家乡,免遭劫难。 世间这一切都本应该是无声老母。 当时,每一寸地每一寸天都是真空家乡。 我们在无声老母的呵护下诞生,成长,衰老。 直到有人背叛,当那些说不得大军从无声老母的丹田中生长出来的时候, 一伙天皇贵咒背叛了。 他们跟说不得大军合谋背叛了无声老母, 杀死了那些不愿背叛的天皇贵咒, 剥夺了无声老母的一切。 他们把不要的扔掉,把需要的吞下肚子, 最终一同无耻地站在了无声老母本应该在的位置上。 这些违心者害怕自己的无耻被发现, 所以他们修改了史书,修改了一切人心中的史书。 可是我们没有,我们的史书永远属于无声老母, 我们将永远铭记,等待着无声老母再次回来的那一刻。 无声老母,无声既无死, 看起来无声已经被他们剥夺一切, 但是这同样意味着,无声老母再也无法失去什么。 当一个人浑身充满伤口之后, 他将永远不会心的伤口, 当被剥夺了一切的存在, 同样也将不再被剥夺任何。 无声老母永远在尝试,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, 无论阴还是阳。 那些背信弃义的逆贼在盯着, 他们在害怕, 他们在不断阻拦跟我们同在的无声老母。 他们可以一直派他们的走狗阻拦我们, 但是无所谓, 只要我们成功一次, 那无声老母将会在六匹陶瓷马上, 正大光明地回到他应该带的位置。 无论多久, 我都会等着, 作为唯一存活的天皇贵宙, 哪怕我被人杀了, 从我身体里爬出来的儿子也会等下去。 我儿子死了, 还有我孙子。 我将祖祖辈辈都将永远等待下去。 无声老母, 真空家乡。